哈囉大家好我是純陽 你喜歡武俠遊戲嗎? 又有多久沒有玩武俠遊戲了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款 繼三件後所推出的新IP武俠遊戲 神武幻想 在開始前先聲明 這不是無雷新的介紹 將不會有任何劇透 想看劇情評價的朋友們 還請自行斟酌吧 神武幻想於2017年底發售 製作團隊多數來自宇峻奧丁的 幻想三國志系列 是一款有錄出資 但製作人員多數卻來自台灣人的作品 遊戲採用虛幻式引擎開發製作 此引擎最大的特色在於精緻的畫面與特效 而這點也總是呈現在遊戲畫面中 極致的畫面展現 如電影運鏡般獨特的過場運鏡動畫 迴避掉過完武俠遊戲單調的肢體動作 WOW 原來武俠遊戲也能做到這樣啊 在實況時內心一直不停地驚嘆著 這些突破同時也受到不少Steam的玩家讚美與驚嘆 戰鬥為回合之戰鬥系統與傳統回合之不同 為而讓玩家不感到昏昏欲睡 加入多種戰鬥要素 攻擊方式與弱點連擊為要點 在時間內自由搭配見證與圓靈累積爆發釋放招式 以見證為例 當使用累積型技能時 會在打擊敵人的同時完成一次見證能量的累積 反之爆發型技能 則是透過消耗見證中現有的見證能量數值獲得攻擊力的加成 而當能量集滿時 則會觸發神緣 會自動召喚神靈給予重大的傷害 由於虛幻四引擎的關係 戰鬥時滿滿特效的絢麗畫面 加上策略性的釋放招式 讓戰鬥變得十分新鮮 還能根據地形進行閃避 將單調平法的回合制注入了一股新鮮感 小遊戲非常多元 有奪火球、思想陣法、機關解謎等等 看似豐富卻也是諸多玩家為人詬病的部分 更新後雖然增加了不少提示 也能調整成簡單模式 但對於部分玩家來說 卻仍是略顯困難 必須要硬著頭皮去突破 你不突破就無法進入下一道劇情 算是本作遊戲的一道小缺失 但還不至於影響本人的遊戲體驗啦 畢竟 老媽越多聊天師越興奮啊 夠了 遊戲音樂集結 非常多國內知名的音樂製作人 方文山、周志華等等音樂製作人 音樂製作人陣容雖然龐大 但做出的曲風偏向現代感 對於設定在上古時期的武俠遊戲來說 實在可惜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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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燒去生在一栋 我們仰望星空 著天地萬物共受 凝聚所有的人 令人赏心悦目 也让我感受到 传统艺术的魅力啊 整体来说 我个人是喜欢这款游戏的 以虚幻似呈现的画面 真的很优秀 精致的画面 配上舞蹈表演 真的让我大饱艳福 游戏性的部分 让我感受到 有想打破传统回合制的决心 可惜美中不足的小游戏 破坏了游戏体验 实在可惜啊 剧情的部分 爱于篇幅过长 请容许我在下一步聊吧 绝对不是我想大骂特骂哦 不论喜欢或不喜欢 留个言让我知道吧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